动作片一直是香港电影的特色标签 早年的动作片之所以能够蜂蜜全球 除了他新奇的武打设计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拥有一些真功夫的武打演员 像我们所熟知的李小龙 成龙 李连杰 真子丹等人 他们哪一个不是身怀绝技的恋家子 但俗话说 一山难容二虎 更何况是这么多功夫巨星放在一起 于是网上就会有很多 关于他们实战能力的讨论 作为外行人的我们 肯定没资格去评判他们 但如果是夜内人士 且还有过合作的演员给出的评价 那么这个点评就值得一看了 陈慧敏是娱乐圈公认 实战能力最强的动作明星之一 也是影坛中为数不多 真正上过擂台的演员 他有着35秒KO日本拳手 森奇刚的比赛记录 而且我们都知道 陈慧敏是混江湖出身的 他的街头实战能力其实更强 毕竟在14K 要想坐到双花红棍的位置 手上的能力肯定不会太弱 凭借一套灵巧的身手和快拳 陈慧敏在70年代时 还达到了和李小龙齐名的地位 江湖上都说 香港是腿有李小龙 权有陈慧敏 又自可见此人的实战能力 那是被大众认可了的 说到这里 那么在陈慧敏的眼中 到底哪位舞打演员的实战能力最强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分析一下 首先得到陈慧敏评价最高的 自然是巨星李小龙无一了 我觉得功夫鬼星 只有一个叫李小龙 从1971年开始 凭借唐山大凶金武门的电影 李小龙开启了 香港功夫片的新时代 别看李小龙身材瘦小 但他却拥有那种兼顾了 硬度与灵活度的完美肌肉 所以他的出拳力度相当的大 陈慧敏也坦然 李小龙的武功要比自己厉害 他武功比我厉害 这是真的 比我厉害 虽说李小龙没有到 真正的擂台比赛过 但他曾和很多实战型的 武术冠军有过切磋 在目前能找到的一些视频资料中 我们能看到 李小龙的身体素质 包括出拳力度 确实很强 而且很多和李小龙 有过对战经历 或者合作过的人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对他的评价 都是出其一致的赞赏 生活中李小龙真的那么厉害吗 他本身是很厉害 他肯功非将 那动作我也招不出来 其实所谓的实战 就是为了要打倒对方 他不需要花里胡哨的招式 出拳之胜才是关键 李小龙如何百家精华 创造出了高度自由的搏击术 截拳道 他的一招一式通常是直击要害 通过猛龙过江中 李小龙与罗里士的对决 我们可以看到 罗里士是空手道的棋手 李小龙则是自己截拳道的姿势 他的这种站姿非常灵活 可以随时发起攻击 相反 我们来看李连杰和成龙的姿势 外行人也看得出 这样的动作 根本无法立刻发起进攻 纯粹是为了画面上好看 其实与其说 李小龙是个动作演员 不如说他是个武术家 更加合适 在影视圈这么多的武打明星中 大部分人都是利用武术来表演电影 只有李小龙是借由电影来传达武术 从这一点上来说 这就是其他动作演员所比不上的 第二位我们来说说成龙 成龙在动作片领域的影响和贡献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但就实战能力来说 陈慧敏对他的评价却不是很高 对于陈慧敏的这个说法 香港资深物打演员郑佩佩也表示赞同 成龙是从于战元 是戏班学徒出身 他所学的并不能算是正经的武术 只能说是京剧武生的一些招式 而这些招式最主要的目的是为舞台表演服务 并不是为了打倒敌人 所以就杀伤力来说肯定是缺乏的 虽然后来成龙也专门去学过一段时间的武术 像是空手道 和气道等 但这还远远达不到职业选手的水平 不过长年的训练倒也是真的增强了成龙的身体素质 在对剑招拆招的反应以及动作的灵活性上来说 他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将他们应用到电影表演中时 就会让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精彩刺激 所以观看成龙的电影 我们不难发现 他在影片中正面与敌人对打的戏份 其实比较少 更多的时候是处在一种追逐 躲避 跑酷的状态 但不得不说 成龙电影的动作设计还是很吸引人的 对此陈慧敏也说了 成龙在做武术指导 对电影镜头的把控方面是一流的 不过作为现在影视圈的大佬 成龙似乎并不想承认自己比李小龙弱 他曾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是双骨 而李小龙是单骨 在肌肉方面其实并不属于他 而且大家都把李小龙神话了 在被问到 如何两人对打谁会赢的时候 成龙也只是笑笑说了句 让他赢吧 其言下之意也是不言而喻 要是你现在跟李小龙是一个岁数 你们俩谁打得过谁 让他赢吧 其实承认自己实战不如李小龙 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毕竟电影圈大部分的人 对李小龙秉持的都是崇敬的态度 第三位我们来说说 被称为宇宙最强的真子丹 真子丹出生于武术世家 自小就接受到了很多传统的武术和信仰权 但他发现武术的套路 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所以后来他又开始学习 各种现代的格斗术 我们看他的电影大多数时候呈现的 都是那种看似毫无规则的打斗场面 像是沙破狼 老火线 特殊身份等 但其实他在里面融合了摔跤 拳击 巴西流术 泰拳等多种流派的武术 比起成龙的训练来说 真子丹的这种学习经历 似乎更具有实战性 可这些 在拳王陈慧敏看来 还是太弱了 你小都不敢说他是 你就最强 你承不穿你就最强了 陈慧敏说 在擂台上 个子小的永远都不够个子大的打 真子丹个子小 如果真的上擂台 首先在体型上 他就处于劣势 其次我们看真子丹的电影 他在片中通常是那种 能以一打十的强者 在出拳踢腿方面都非常有力气 但陈慧敏说 这些都是拍电影 要影片大卖 谁不会吹掉牛呢 如果真正想让观众们认可你的实战能力 很简单 直接上擂台 去打一场比赛就行了 这样谁强谁弱 自然就见分晓了 电影像是怎样的 找大 没关系嘛 谁会找大人嘛 不找大怎么会捧自己呢 对不对 关于功夫皇帝李连杰 陈慧敏并没有做过多的点评 但同为搏击冠军的周比利 却有过简单的评价 他说李连杰虽然实战不是很厉害 但在电影中的动作却非常完美 我们都知道 李连杰是真正的科班出身 他曾连续拿过五届的全国武术冠军 其武术动作标准规范 一招一试都充满了美感 而且除了拳脚 他也是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和很多动作演员都合作过的袁和平 对他更是胜赞 直接称他是功夫字典 你讲什么他都懂 他都知道 他好像是功夫字典一样 甚至包括真子丹 吴京等动作演员 对他的评价也都是不错的 但说到底 李连杰的武术 到底还是趋于体操的武术套路 他的平方规则是观赏性 而不是实战性 所以就实战能力来说 李连杰自己也承认 武术套路就是花架子 你觉得武术的套路是不是花架子 当然了 当然是花架子 不得不说 在这一点上 李连杰要比成龙实在的多 不过大家也不要小瞧 国家顶级运动员的训练量 叠缝时期 李连杰的身体素质还是很强的 从他在金武英雄中单臂三只俯卧撑和单臂引体向上就可以看出 关于娱乐圈其他的动作明星 陈慧明表示 大部分并不能实战 但还是有几位是有实战能力的 像是苍天宝钊 邓光荣 向华强等人 苍天宝钊我们都知道 是空手道七段的高手 除了拍电影 他还在香港开设了武馆教学 算是一位武学师傅吧 邓光荣与向华强两人 虽然也没有擂台比赛经历 但他们和陈慧明一样是江湖出身 为了各自包围的利益 经常会街头打架 两人打得都非常好 所以要说他们的实战能力其实也不差 关于明星们实战能力这个问题 个人觉得 除非让他们放下身段 亲自上场打一场 否则再多的分析也都是直上谈兵 不过说到底 这些人都只是电影演员 他们更多呈现给观众们的 是电影艺术加工下的武术 而他们更看重的 也是电影能不能得到人们喜爱 实战问题上 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在意 毕竟现在 但凡有点名气的演员 都不会说真的上个擂台来自毁声誉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